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 美女随即掏出一张名片 临飞 模特 如果 如果我能做你的女朋友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单身了40年的老方 简直不敢相信 这种好事也会轮到自己 没想到第二天 就有一位陌生顾客打来电话 预定了九朵玫瑰 当老方将玫瑰送到指定地点 出现的却是模特临飞 这花是你订的 怎么了 我就不能买你的花吗 不是 这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我不能买你的花 你要送给我的 不是 这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难道我这么漂亮的女孩 就不能让你送我花吗 送 送你 好 我接受你的花 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老方呆呆地愣在原地 差点连路都不会走了 难道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老方虽说是个花店老板 但收入并不是很高 加上性格内向 四十多了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 而林飞就像美丽的白天鹅 老方觉得自己这只癞蛤蟆 根本配不上她 不料林飞却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 反而主动说起了婚事 林飞提议 马上去领结婚证 老方却说自己想先赚一笔钱 然后办一场最浪漫最幸福的婚礼 林飞却骂她是大傻瓜 我要是出钱我找你啊 这话没毛病 以林飞的条件什么大款找不到啊 就这样 在林飞的鼓励下 老方第一次登门见丈母娘 准备正式提亲 丈母娘见老方又穷又土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而听说了老方的职业后 就更是责怪女儿没眼光 林飞却是态度坚决 老方忠厚老实 我就是喜欢她 我不在乎她帅不帅 更不在乎她有没有钱 林飞吃了秤妥铁了心 母亲不高兴也拿她没辙 就这样 林飞嫁给了老方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岳母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女婿 老方像宝贝一样呵护着妻儿 她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欺了得 才会拥有这么幸福的生活 然而幸福却并没能维持多久 这一天 林飞在过马路时突然遭遇车祸 送到医院已经为时已晚 林飞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同事爱妻的老方悲痛欲绝 但同时她明白 此后自己是儿子小宇唯一的依靠 自己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给儿子小宇一个更好的前途 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加班工作 老方甚至在做饭时泪晕了过去 但为了省钱 她没去医院 咬牙坚持继续工作 老方的辛苦没有白费 小宇很争气 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还经常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然而就在老方感到欣慰时 却突然有个男人找上了她 说出了一个向老方震惊不已的秘密 原来男人名叫张欣 是林飞的前男友 而小宇也不是老方的孩子 而是张欣的骨肉 张欣已经和小宇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不容怀疑 而她的目的就是带走小宇 和小宇父子团聚 为了感激老方这些年 对小宇的养育之恩 张欣愿一次性给老方20万做补偿 然而老方却严厉拒绝了她 这事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方不相信张欣 于是带着小宇又去做了次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却让她如遭雷击 她和小宇的确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老方瞬间感觉天寻地转 无力地蹲在了地上 自己辛辛苦苦这些年 竟是替别人养儿子 林飞啊林飞 你骗得我好苦 你为什么要骗我 原来在认识老方之前 林飞已经和张欣好上很久了 张欣是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 对林飞也是百般宠爱 两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 后来林飞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欣 张欣却一点都不高兴 反而让她立即把孩子打掉 随后便索性玩起了失踪 对林飞避而不见 林飞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张欣早已有家有事 自己只是个被玩弄的第三者 林飞崩溃了 险些想不开寻短见 但她不忍心伤害父中的小生命 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但一个未婚妈妈生孩子谈何容易 林飞和母亲商量后 决定找个接盘侠 那天她去老方的花店订花篮 碰巧撞见婆婆在给老方介绍女朋友 林飞见老方老实本分 恰好就是自己最需要的那种男人 于是才有了老方的桃花韵 和老方结婚并生下小雨后 林飞也觉得自己对不起老方 便一直想再给老方生一个 然而当时老方并不明白林飞的苦心 所以一直没要第二胎 现在老方终于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在面对小雨时 老方心里五味杂陈 这天小雨让她看刚画的话 心烦意乱的老方却说回家再看 小雨却坚持让她马上看 老方没了耐心 一把抢过画扔了 不料小雨立马哭了 挣脱了她去剪画 差点就被车撞了 究竟是什么画让孩子视若珍宝啊 老方展开画一看 眼睛瞬间就湿润了 原来小雨画的是爸爸妈妈和自己一起放风筝 老方紧紧抱住了小雨 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 小雨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然而张心却还是不肯罢休 每天缠着老方要儿子 老方一再拒绝 张心以为二十万钱太少 于是又拿出一张五十万的支票 只要你把小雨还给我 五十万就是你的 见老方不为所动 他又向老方卖起了惨 兄弟 我老婆不能生育 小雨是我们家唯一的干人 小雨聪明懂事 又有美术的天赋 我可以给他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他美术 张心希望 老方多为小雨的未来考虑 而不是自私地把他留在身边 不料老方一下子被惹恼了 你也配合我说自私 当初是你玩弄了小飞 最后又把他抛弃了 现在自己没有孩子 反倒抢我的儿子 我告诉你 你不但自私而且卑鄙 我还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把小雨让你带走 张心见老方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一心想要孩子的他竟玩起了阴招 这一天 趁着老方出门送花 张心偷偷把小雨带回了家 用漂亮的大房子和名贵的玩具诱惑小雨 想让小雨认自己这个亲爸爸 然而小雨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你不是我爸爸 这时老方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已经查到是张心带走了小雨 立刻把小雨还给我 否则我马上报警 张心虽然有钱有势 但也不敢应来 于是又开了张五十万的支票 加起来一百万了 由来这一百万 老方可以重新找个漂亮老婆 生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然而老方却还是不为所动 就算你再拿一个亿出来 也别想买断我跟小雨的父子感情 张心没想到老方这么固执 气急败坏地把支票撕成了碎片 你好好想想 当年林飞他骗了你 你是受害者呀你 你还替他养儿子 你这不是冤的头吗你 是 当初林飞是骗了我 但是 无论他怎么对我 我都接受 因为我是爱的 小雨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 你现在要把他带走 那就是像挖我的心头肉 张心见说不动老方 只好再次卖惨 父母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 他们就想在临终前 看看小雨 看看他们的孙子 兄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我 说着就要给老方下跪 眼看着一个大男人又哭又闹 老方终于动了侧隐之心 他决定见小雨最后一面 然后便把他还给张心 小雨见爸爸来了 高兴地一下子跳了起来 老方却对小雨说出了真相 我不是你亲爸 爸爸 他才是 不嘛 你就是我的爸爸 你才是我的亲爸爸 以后 我就好好照顾小雨吧 老方如属家真的交代了小雨的生活习惯 然后一狠心 转身就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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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丢下我 小雨 爸爸 可以在一起 爸爸 爸爸 小雨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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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方 孤零零地回到家 回想着曾经一家三口的美好时光 美丽的妻子 可爱的孩子 而现在却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 老方悲痛欲绝 茶饭不思 每天就像丢了魂一样 不料就在三天后 有人突然敲响了房门 张心竟然把小雨送了回来 原来自从老方离开后 小雨就一直哭闹不肯吃饭 不断嚷嚷着要找爸爸 不管张心怎么哄怎么劝都没用 张心实在没招了 只好把小雨送回到老方身边 同时张心终于明白了 亲情是不可能买断的 哪怕没有血缘关系 老方也永远是小雨的爸爸 林飞不得已欺骗了老方 老方却并没有记恨在心 反而用善良对待每一个人 最终也收获了亲情和幸福 让我们为善良的老方点赞 感谢关注彩哥撩剧 下个故事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